《解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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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解憂》圖書館 我是這裡的館長 人生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如果你有任何的煩惱 歡迎大家隨時找我 一齊排爛解憂 Do it now! 這集是最後一集了 看看會不會收到你的問題 這封來自Chermaine的信 她說 我剛剛和老公結婚 搬了出來住 不過老公經常偷懶不肯做家務 又說不懂, 又說辛苦 究竟有什麼方法 可以使得她動呢? 這本電子書一定適合你 我相信這個問題不僅是老公老婆 很多爸爸媽媽都很想問 不過這本書不是教你做家務的 這本無名家事圖鑑的作者 把很多生活的體會和家裡的狀況 用輕鬆幽默的手法 把繁瑣的家務命名 讓做起家務上來, 也會更多樂趣 不要以為做家務很簡單 真是很有學問 所以大家應該感恩 有人願意幫你做家務 還有, 也要主動幫忙 另外, 也說公司的同事 做事都不懂 整天做錯事 她說自己的欲求是不是太高呢? 介紹一本書給你 應該幫到你的 對了, 這本 這本書的作者 是提議用積極的策略 對抗負面思想 應該將注意力放在進展順利的事情 以及已經擁有的事情上面 大家在生活上和工作上 都可能會遇到一些不幸 但每件事看似理所當然 其實事實的背後 是代表著有很多人的付出 每個人都需要被肯定和認同 而感謝別人的付出 也可以令自己更加快樂 幸福很簡單 就由多謝這一杯咖啡開始 希望這幾集的《假休圖書館》 可以幫到你 有機會再和你排爛解憂